三种常见的生活用品 用错了居然有生命危险 第一个 八四消毒液 也就是次氯酸溶液 具有一定的腐蚀性和刺激性 必须稀释以后才能使用 如果直接把八四消毒液 倒在抹布上使用 八四消毒液 不仅会对擦拭的家具造成腐蚀 挥发出的气体闻久了 还可能让人头晕呕吐 擦拭家具之后 过半个小时用清水再擦拭一遍 有助于减轻腐蚀 配置和分装的时候 最好戴上口罩和手套 防止液体接触皮肤 最关键的是八四消毒液 千万不能和洁测磷同时使用 因为洁测磷的主要成分是盐酸 两者发生反应之后 会产生大量有毒的氯气 而厕所空间狭小 如果恰好处于密闭状态 人的眼睛接触到氯气以后 眼部的粘膜组织会受到刺激 导致人不停地流眼泪 而人在短时间内吸入高浓度的氯气 氯气会从呼吸道侵入人体 并在粘膜含有水分中溶解 生成次氯酸和盐酸 损伤上呼吸道粘膜导致其浮肿 并且分泌大量的粘液 造成人剧烈的呕吐咳嗽 乃至呼吸困难中毒而亡 名侦探柯南有一集就提到过 八四消毒液和节测磷混合的危害 如果不慎吸入氯气 第一时间开窗通风 然后转移到安全的位置 呼吸新鲜空气 身体感到不适及时就医 第二个加湿气 家中常见的加湿气使用不当 竟然会化身夺命利器 1.4万人因此死亡 67万人患上呼吸道 肺部 皮肤病 这就是韩国著名的 加湿气杀人事件 眼看干燥秋冬季节 就要到来 室内加湿气又要派上用场 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 这场重大安全事故的始末 在2011年4月 韩国突然有多名婴幼儿与孕妇 感染不明急性肺炎死亡 而经过韩国疾控部门的调查 发现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特点 那就是平均每年都有4个月使用加湿气 而且每次用的时候 都会往加湿气里加入一个OXY加湿气消毒剂 平均一个月就要用到一瓶 之所以往加湿气里加消毒剂 一是因为加湿气的内部非常潮湿 容易滋生细菌 二是生产加湿气消毒剂的商家宣称 这种杀毒剂无毒无害 不仅可以用来给加湿气消毒 还能直接放进加湿气的水里 一边消毒一边加湿 可事实却和商家宣传的恰恰相反 韩国采用的超声波式加湿气 主要采用高频振动 将水打碎成直径一微米的水滴 然后形成水物喷出去 进入到空气中变成水蒸气 但是水中加入了消毒剂以后 消毒剂中的PHMG 又叫聚6亚甲 基瓜盐酸盐的有毒化学物质 也会跟随空气进入人们的肺部 导致人们的肺部发生纤维化 最后酿成悲剧 所以说咱们平时如果使用加湿气 尽量使用没有任何杂质的水 第三个风扇塔 风扇塔太久没清理 到底有多危险 之前有粉丝留言 说让大家千万别买风扇塔 里面很多煤 导致自己磕了一个月 塔扇是风扇的一种 只不过形状又细又长 它的原理是通过风轮转动 形成风压 产生离心式风力 再经由内部的导风壁 把风送出来 一般里面的灌流风轮 都是圆筒状 所以说塔扇产生的是立体的风目 可以垂直地面 左右摆动吹送 模拟自然风 追起来柔和舒适 搭配空调使用 可以给房子360度 无子角送风 价格比普通风扇更贵 有条件的家庭 托这玩意儿 占地面积小 小孩手指不容易伸进去 会买一个放在家里 但是这玩意儿 它使用时间一长 就容易积攒大量的灰尘 如果不及时清理 又会导致风力减小 电机严重发热或噪音 而且大量的灰尘 进入肺部 会让人咳嗽 因为灰尘和支气管中的 粘液混合以后 会顺着支气管壁的微绒毛向上运动 将灰尘排出 期间人会咳嗽 如果长时间的吸入粉尘 而且粉尘密度比较大 肺部将无法将其有效排出 在肺部积聚以后 就可能导致沉肺 如果塔扇里面长了霉菌 人吸入过多以后 也可能导致人气喘咳嗽 所以说家里有塔扇的小伙伴 还是要定期清理里面的灰尘 如果自己搞不定 记得要找专业的师傅 不少人自己拆洗完以后 第二天就不能用了 话说你家夏天一般用什么风扇呢